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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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點 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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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點 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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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點 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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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 時期生Uni 這一週新登場的角色 炎龍騎兵 相信大家都對他感到不陌生吧 之前我們在介紹他的時候 講到他因為投靠西格瑪陣營 而引發了仲裁部隊大戰 而他為什麼會投靠希格瑪呢? 一切都是因為他身懷著武術家的精神 他一直渴望可以跟像傑洛還有艾克斯這樣的強者戰鬥 但他一直苦無機會 他的這一個弱點被希格瑪也發現 於是趁戲說服他加入非正規品 才引發了X系列作品裡的著名事件 之前就有提到過他在原作中的技能 就是參照Straight Fighters的招式設計的 而他身上其實還有其他參照了 Straight Fighters角色的設計元素在裡面喔 各位玩家有發現嗎? 而這週推出的新武器 環幕系列作的玩家 是不是也覺得他非常的眼熟呢? 沒有錯喔 他的設計原型就是參考了X3當中 有七海的破壞神之稱的 Crush Crawfish 原本他是為了要對抗希格瑪特別設計的 但是因為他的AI有缺陷 他會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身邊所有的對象 連自己人也打 所以就只好把他給封印起來 一直到有人把他給充氣 他才現身在X3裡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記得要去打薪數關卡喔 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 拜拜